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件发酵了十周天之后 孟晚舟被扣事件引发了经济影响 让加拿大的处境非常地尴尬 天津骗保诈骗案性质残忍恐怖 男子买三千多万人民币的保险 竟是杀了发妻来骗保 这不是电视剧当中的情节 而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血淋淋的惨 次到泯灭人性之势 保险业务是否保不了人性呢 今天有杨子侯明快 嗨 各位好 天队我们欢迎乃金姐 欢迎乃金姐 欢迎朋友们加入今天 我们的话题圈与我们有话一起讲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等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桑马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课户端获取台节目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天下热点 社会万象 我们有话一起讲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等您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客户端 掌握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您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大家十多天来一直的关注 被加拿大拘押的华为公司 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在当地时间的11号下午 她获取以1000万的加币 折合超过5100万人民币保时 这5100万当中有700万的加币 差不多是3500万人民币 必须是现金 得想想多大的这个分量 孟晚舟而且要需要 佩戴电子监控设备 由专业团队要进行全天候的监控 折诊保时后 穿着红色外套的孟晚舟 晚上在律师的陪同下离开法院 她看来精神不错 她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 在律师团队的护送下 登上汽车离开 经过两天半的保时聆讯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 当天宣布批准孟晚舟保时 法院随即爆出掌声 孟晚舟与律师相拥落泪 孟晚舟向丈夫刘晓宗微笑点头 刘晓宗与身边的人握手 对记者表示非常高兴 多番表示感谢 孟晚舟必须遵守 多达16项保时条件 包括交出所有护照 带上电子脚料 接受全天候24小时监控 不得离开温哥华及其市郊地区 晚上11点到早上6点 必须留在住所 并且承担所有监控费用等 她将在2月6号再度出庭 孟晚舟的律师表示 孟晚舟在有保释结果前说 她已经工作了25年 获准保释之后 唯一希望是陪伴丈夫和女儿 过一些平静的时光 又说自己很久没看小说了 最后一天的保释聆讯中 辩方提出除刘晓宗之外 新增4名担保人 分别是孟晚舟夫妇的房地产经纪人 两名华为前同事 以及一位邻居 他们愿意以自己的住宅或现金 为孟晚舟担保 总额达到300万加元 法官在声明中表示 逮捕孟晚舟是基于美国的要求 但美方尚未正式提出引渡要求 考虑到孟晚舟在中国和其他地方 都没有刑事犯罪记录 以及目前存在健康问题 加上她本人目前愿意居住在温哥华 有合适的担保人等诸多情况 足以降低孟晚舟的潜逃风险 决定允许她保释 法官给美国提出引渡要求的期限 是被捕至日起的60天之内 如果美方没有及时提出要求 孟晚舟将被释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其实到今天下午 孟晚舟获准保释之后发售的 这个朋友圈的截图 是在网上流传的 现在看这张图怎么回事 孟晚舟在这一张 朋友圈的截图上表示说 她在温哥华已经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自己以华为为傲 以祖国为傲 并且谢谢每一位关心她的人 而值得注意是 孟晚舟同时还发布了一张配图 写着伟大背后都是苦难 对 看起来是个芭蕾舞鞋 一只脚光鲜亮丽的鞋面的背后 其实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辛苦 当然是还有她的意思 不过乃金姐我们看 大家都关注她终于获得保释 那么第一时间 大家就对保释的条件 大家都会去讨论 以及接下来呢 我觉得以这个孟晚舟的身份 和她家的这个财力 她那个保释条件呢 其实感觉起来蛮恰当的 就是够 就是第一个保释金很高 第二个呢 她要带这个电子 监控设备 监控设备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截图的时候呢 我还想说 她弄那个角 是不是要让大家看一下 她的那个监控设备 就不是她显然是另外一种的意向的这个表达 那第三个就是说 因为她要有担保人嘛 所以那个她一开始提她这个 就是她的先生 法官就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觉得只有她的这个先生 他们两个说要逃的话 也是可以一起逃 那显然这个孟晚舟的律师方面呢 他们是准备的很充分的 所以就立刻了 提出了其他的这个担保人 那对于她来说 这当然只是第一步 不过能够不再被这个积压 能够保释 总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因为考量到 这次美国采取的这个手段 非常的粗暴 然后她的身体状况 也有问题 就有一些高血压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现在接下来的就是 静待后续的一些的法律的行动 首先当然就是美国 到底会不会提出一度要求 再看这块 其实这次我们看到 孟晚舟获得保释呢 华为也做出了一定的这个回应 她就说特别期待 美国和加拿大政府 能够及时公正的来结束 这样一件事件 对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有表示 她说只要是对美国有好处的事情 她就会做 这很像她说的话 但她还点了一下 就包括介入孟晚舟案件 华为方面表示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近期在为加拿大当局 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之后 法庭做出判决 同意保释 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 后续会给出公正的结论 华为又称 正如他们一直强调 华为遵守业务所在国的 所有适用法律法规 包括联合国 美国和欧盟 适用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法规 期待美国和加拿大政府 能及时公正地结束这一事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 接受路透社的专访 被问到是否会介入司法部 针对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案件 特朗普表示 只要是对美国有好处的事 她都会做 只要是有利于达成贸易协定 或者是对国家安全有好处 有必要的话 她都会干预 而她本人尚没有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或其他中方官员 就案件直接沟通 对于美方是否寻求引渡孟晚舟到美国 特朗普表示 想先看看中方的要求 又批评华为的做法令人困扰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南京姐怎么来解读 特朗普这段话的这个含义 只要对美国好 美国有好处我就会解读 就来管 而且甚至也不排除 介入孟晚舟 一定要说一下 这话说的是给谁看的 你觉得这话 他说给他自己听到 也说给中国听到 因为他要告诉所有的人 他就是美国最有权力的人 特朗普实在是一个 很令人觉得很惊讶的人 就是他讲这个话 对于美国的这个司法单位来讲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干扰 那当然你站在这个中方的立场 或者是华为的立场来讲 他今天这样子一个表态 他其实就正式地把这个事件 当作是一个筹码 就对特朗普来说 他所有的事情 他都是有价的 都是可以谈的 都是negotiable 都是可以谈的 所以这就使得孟晚舟的事情 虽然一开始我们大家也觉得 他不会是单纯的 只是一个美国所谓的 什么欺诈的这样的一个案件 他本来就是一个背后的 原因不单纯的一个事件 但是特朗普就正式地把这个事情 跟所有的政治因素 贸易的因素就夹在一起了 那他都是有价的一个情形之下的话 那孟晚舟就变成筹码了 当然最上上的最好的状态就是 司法部门因为感受到 来自于总统的压力 而这个对于孟晚舟这件事情 他们切实关切到了中方的关切 然后不提出引渡 那这当然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对 所以加拿大 这是司法的部门 他们也说60天啊 你美国你自己看了怎么办 那接下来您觉得这个案子 再往下走 发展的这个走势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是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美国不提出这个引渡的要求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提出了引渡的要求 提出引渡的要求就会 花的时间就会非常的长的 从过去的这个案例来讲 有数个月到数年都有 那关键是在于是说 如果美国提出了这个引渡的话 根据过去自从他们 美加有了这个引渡法之后 美国提出来的这个引渡要求 90%都 加拿大的法院都会接受 就是说被引渡的几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就看这60天了 对 但是因为特朗普的这个表态 所以使得背后 它存在的一些政治上面的谈判 和交易的这个过程 就会 关系就会比较大 对 乃姨也特别提到了一点 很可能就是在接下来 会出现一个拉锯的这样一个过程 接下来才辛苦 对 接下来才是一段 漫长的斗争了 因为在被关押了10天之后 这个孟晚舟终于是被保释了 但是她的保释的这个消息 并不意味着孟晚舟事件的告终 就像刚才乃姨姐说的 一段漫长的这个后世的拉锯战 似乎才刚刚的拉开序幕 那么按照相关的程序 美方会在孟晚舟被拘捕后 60天内提出正式的引渡申请 那么加拿大方面 在接到引渡文件后30天 会举行引渡听证会 而孟晚舟方面肯定会为此辩护 拒绝被引渡 这就意味着一场法庭拉锯战的开始了 那么对于孟晚舟来说 这本是一场普通的商务出行 但是却完全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因为漫长的法律诉讼程序 不仅会对孟晚舟的身心是一种摧残 事实上她将无法再继续担任华为的CFO 更不用提是否能够成为华为的接班人了 那么对于华为来说 这次的事件可能是污名化的开始 因为针对孟晚舟 其实就是在针对华为 那么人民日报就有评论说 采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 打压中国公司华为的做法 是暴露了一些人见不得人的阴暗心理 那么同时加拿大的出现也是十分的尴尬 人是应美国的要求拘押了 但是美方却迟迟地没有提出引渡的申请 那么美方的谨慎可能是因为证据还不够充分 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美国最终应该会提出引渡 只是世界也看清楚了 这不过就是为了打压华为 而采取的特定行动罢了 谢谢杨子 其实刚才乃金姐也提到 我们接下来有60天 对美国之前所提出的引渡的要求当中 加拿大可能九成 它也都会配合 但这次从特朗普刚才的话 还没有办法判断 它到底是跟引渡之间 美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对现在接下来可能60天 大家最关注的是60天 那也到底会发生什么了 说实在的 就是说因为孟晚舟突然这样子被扣住 这背后的内情显然就不单纯 它绝对不会就是单纯只是针对说 华为或者是他们的子公司等等 违反美国制裁的禁令 所以本来就已经是有各种各样的阴谋论了 那我觉得特朗普今天这样的表态 其实让这件事情其实是更复杂 说实在的 就是说中美贸易之间的这个问题 应该跟华为这东西切割开来的 就是说中美贸易有中美贸易之间的 必须要去谈判的 必须要去妥协的 必须要去解决的这个话题 那华为呢作为中国这么重要的一个公司 它美国或是美国去结合其他的国家 对华为采取的一些压制的这些作为 他应该要去寻求正常的商业和谈判 或贸易的这个途径来去解决的 他不应该采取这么卑劣的手段 而更不应该呢在这个档口上面呢 和中美贸易摩擦呢绑在一起 但是因为特朗普自己这样做啦 所以说就是 就是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在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心里面呢 他所有的这些事情 就算他之前的时候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华为的这件事 因为根据他的国安顾问讲是 他当时他被扣手他就知道 事前他就知道 孟晚中被扣他就知道 他说他没有告诉特朗普 就算特朗普当时不知道这件事情 现在这件事情呢 就突然成为是他的 是他手上可以运用的一张牌 对 没错 其实从现在这个分析情况来看 这个案件已经不是单单的一个司法案件 这么简单的 在背后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动机 可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特别是在接下来这个60天时间 对于加拿大有一个人来说 他可能可能要考虑的问题就更多了 那就是加拿大的总理特朗多 那接下来他要考虑的事情很多 有一点就是这件事情的联动向于 会不会对加拿大经济产生影响 而加拿大是不是已经处在了 尴尬的边缘呢 回来之后一块聊 全媒体大概讲 全方位时听盛宴等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课付端获取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摇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我们用话一起讲 欢迎回来 在孟晚舟事件当中 加拿大本来扮演的是一个 替美国拿人的戏份 但是事件发酵到现在 加拿大不仅没有脱开关系 反而变得里外不适人更加萤火上身 给自身的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 根据媒体的报道 加拿大因为拘押孟晚舟掀起的巨浪 已经波及到了本国的企业 那么有媒体就爆出 孟晚舟被抓的当天 本来凭借这双十一在华 势头强劲的加拿大 在纽交所的股价暴跌了8.44% 在10号的早盘 则是继续为时跌势 根据统计 截至2017年底 加拿大累计在华 实际投入了104.4亿美元 主要涉及到了旅游 化工 电子器件制造 还有药品制造 机械制造等等行业 其中不法国际主流的餐饮品牌 服装品牌 孟晚舟事件已经开始 让不少的加拿大企业忧心忡忡 更为严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投资者开始担心 孟晚舟事件 会不会引发中国消费者 对加拿大企业的抵制 如果说这次的这个事 没办法妥善的处理 那很可能会影响到 中加两国之间的关系 进而会影响众多加拿大企业 进一步来拓展中国市场的前景 中国海关的数据就已经显示 2017年 中加双边贸易额是517.6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3.3% 17年 中方对于加拿大的直接投资 达到了12.2亿美元 专家就说了 孟晚舟这事 很可能会影响在今后 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力度 尤其是当时方华为 此前已经计划好了 在2020年之前 将安大略省的 华为研究中心规模翻新 并且要增加250个的工作岗位 所以这个计划会不会被搁置 目前就变得不得而知了 好 谢谢俊哥 你看网友也是跟俊哥刚刚总结的是一样的 你看吴协他也看出来 他说孟晚舟事件会造成中国投资者 在加拿大投资的恐慌 那么为了降低风险 很多的投资者可能会放弃对加拿大的投资 所以这也会影响到加拿大的一个经济了 对 但还有一个新闻现场可以来看一下 因为外媒就报道说加拿大的前外交官 近日不是在华被对居的这件事情吗 针对此事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做出了回例 但他可能自己都没想到 他被美联社的记者应深深给回怼了一番 好 来看看 这可以问一位 几乎 这个umer商人 用国务位 然后还能 linha共同书 两个患者 并 ranking 中国有了 最后一位 ья 罢achu 拜托 y 抵Si Each kuliner,你 Himmarsädered Praktown in all forms of arbitrary detention And would you urge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o do the same thing? Or is this – or is the arrest there, the detention there something that you support? I'm not – I don't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Now, please repeat the question. What's the question? Well, you seem to be saying, and correct me if I'm wrong, I don't want to have a misperception of this, 但你似乎說 中國人在捕捉了這位歷史奧義 而在說那裡 無關關於中國政府的歷史 你似乎說 您可以跟中國的捕捉嗎 這個邏輯得非常清楚 這個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得到的 這個記者的邏輯是非常清晰的 你同理推論嘛 你不能說你只能這麼做 但是這似乎是美國一向一貫之作為 再把他的話更白 記者意思就是說 美國你霸道 我覺得記者問的問題就是一個正常記者會問的問題 還是說你自己霸道 你還不准人家罵他 這就是一個正常記者會問的問題 你怎麼能夠雙重標準呢 對 雙重標準 他就直接批評美國雙重標準 其實這個問題大家都明白 美國一向都是這個態度 但是似乎美國以前沒有 現在沒有 我相信將來也不會有 他想改變的這個態度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所在 美國就是霸權嘛 他就是我老大 我愛做什麼都可以 然後他也就是壓著其他的這些國家 你就必須要照著我的意思來做 所以說今天這個加拿大當然就是在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承擔了很多的壓力 所以我們也看到這個加拿大的總理呢 杜魯多很快就出來講說 這個跟加拿大沒有關係 我們純粹只是接到這個美國方面的請求 所以我們就代為扣留了孟晚舟女士 我跟你講前提我覺得關鍵是這樣 前提是這樣就是說 美加之間簽署的這個引渡條約 然後呢他所牽涉到的人 並不是一個像什麼就是比如說政治上的 或是人權上面這個理由 而且就美加這兩個國家來講 他們之間的彼此的關係呢 是超過是超過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的 你不太會去假設就是說 今天我加拿大跟一個沒有人權的這個國家 簽署這樣子的引渡條約 你如果跟這樣的國家簽署了這個引渡條約的話 你就會在考量很多的事情上面 會有不同的抉擇 不過加拿大就是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加拿大它在這個司法上面 或是在這些問題上面 它的脊梁股也實在是太不值了一些 太多的這種牽扯在它身上 對 就是它不夠硬 對 這件事情其實我們剛才就是 揚詞的打理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讓我們非常明顯看到 對於經濟上的衝擊 你還記不記得之前 大家很愛買加拿大俄 就這次加拿大俄連續兩天 就跌掉它一個月的漲幅 所以還有一個經濟聯動性的一個考量 是 不過現在也有很多人也在關心說 現在華為目前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所以另一方面我們要來看看 華為目前的情況 其實儘管在這個全球積極推動 5G網絡的過程當中 華為是遇到了不少的阻礙 可以說是四面楚歌 但是近日有好消息傳來 12月6號 香港《南華早報》 《環球時報》等媒體 是紛紛在頭版頭條報導 華為是拿下了葡萄牙的5G市場 而葡萄牙最大的運營商 Altis公司也是隨後出面確認 已經與華為是簽署了協議 而華為將會在2019年 幫助葡萄牙從4G的網絡 升級為5G的網絡 而這也是繼德國 意大利等國家之後的 第23個國家運營商 與華為簽署5G商用合約 隨後法國也向華為 拋出了橄欖枝 法國經濟與財政部長 勒梅爾7號 在巴黎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就表示 對於法國來說 華為是一家重要的企業 同時也歡迎中國大陸電信企業 華為在法國投資 對 也是有伸出橄欖枝的 就華為這件事情 大家還記不記得 它一曝光的時候 全球股市應聲下跌 對 這個中國有句老話嗎 塞翁施馬燕之飛福 這對華為 從華為遠期的 這個戰略規劃 或者部署上來說 這也許可能會是一個機遇 新機遇嗎 不容易 不容易 就是說 現在就是要看 真的就是要看 特朗普怎麼做 如果說 他把這件事情 當作是一個和這個 中國之間 談判磋商的一個籌碼 然後美國的這個司法部門 不提出 不提出 對於孟晚舟的這個 引渡要求的話 那這些事情 或許他就可以 朝一個比較平順的方向去處理 但是這也並不代表說 美國呢 他就不再緊盯著華為 或者是說不把華為作為 在這個5G市場上面的 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 因為的確華為是重要的 戰爭競爭對手 那你只能夠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依然有像法國 因為法國還是很重要 特別是歐盟 就法國有這麼重要的這個國家 公開表態 歡迎華為去投資 對華為來說 是一個好的這個訊息 但是我們也不要忽略了 前一段時間的時候 美國可是派出了人 去和他的這些朋友 朋友圈這些國家裡面呢 去進行遊說 要他們不要採購華為的這個設備 所以在這一場的這個戰爭之中 華為是真的是非常的艱苦 非常的這個艱困 因為美國拋出來的這個帽子 國家安全 是一個很抽象的 可以隨時被拿來 當作是一個競爭上面的一個手段 拿來運用的 對 就是說這件事件呢 在保釋之後呢 公眾輿論焦點並沒有因此告終 因為還有一個60天 關於引渡提出的這個時間點呢 在這裡呢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消息之外呢 今天還有哪些熱點 國內辦發言人馬曉光 今天在例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讚揚 剛剛閉幕的2018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 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馬曉光指出兩岸輿論高度的評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 在峰會上的講話 而針對臺灣麵包師吳寶春日前表示 支持九二共識 卻遭到了島內台獨勢力的攻擊 茂曉光強調 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基礎 綠營政客和台獨勢力 對他的瘋狂圍攻才是政治扭曲 才是政治迫害 堪點在關注法國斯特拉斯堡市 一名槍手11號晚間 在一個聖誕市集附近開槍的這個事件 至少三人死亡 12人受傷 一度有消息傳出 槍手藏身在一家店鋪內 已被警方包圍 雙方爆發槍戰 但是法國內政部長表示 槍手仍然在逃 韓國國防部在今天表示 韓朝軍方在當天 開始互相檢查非軍事區之內 試點拆除哨所的情況 這是韓朝自1953年 簽訂停戰協定以來 時隔65年首次 互訪非軍事區內的邊防哨所 好 這是一項合作 我們來看中國和印度陸軍 雙方的11號在四川成都展開 攜手2018反恐聯合訓練 在訓練期間 雙方參訓官兵 進行槍械分解結合與故障排除 包括了輕武器體驗射擊和障礙訓練等 馬來西亞伊瑪公司案 前總理納吉布12號是再被控 新一項罪名 他涉嫌在任內篡改伊瑪公司的 最終機查報告 同時再來關注位在美國加州 門洛帕克的臉書總部11號 是驚傳受到炸彈威脅 而臉書發言人表示 多棟大樓是緊急疏散 但是經過搜索之後 沒有發現刻意物品 全方位視聽聲音 等您來開啟 拿起手機掃碼 關注官方的微博微信 你也可以登錄以下客戶端 了解台節目後的第一手資訊 打開微信搖搖進入電視識別功能 對著電視搖搖手機 探索互動新玩法 亮出您的獨家觀點 讓我們有話一起講 這年頭看電視劇 有的時候有些劇本劇情 寫得太讓人崩潰 要嘛就是非常超脫現實 太殘忍恐怖 覺得怎麼可能會發生 我知道你說那個詞叫什麼 狗血劇情 對 要不然就是太過浪漫 你覺得不會發生在自己的生活裡面 那接下來看著這個呢 這個最近一篇題為 男子買三千多萬人民幣的保險之後 普及倒殺雞的這個文章 迅速在網絡熱傳 各位我告訴你 這事兒一點都不假 案件曝光之後 特別引發了社會的高度關注 10月27日 天津男子張某帶著妻子 和二十個月大的女兒 一起飛往泰國普吉島度假 但讓結婚不到三年的妻子 想不到的是 她即將面臨的 卻是一場巨大的陰謀 其丈夫張某 因為巨額保險費 在酒店將其殘忍殺害 據了解 事發酒店位於卡馬拉海灘 一處懸崖 考慮到私密性 酒店除公共區域外 都沒有安裝監控 事發後 死者家屬在張某家中 找到了四份保險單 保險金額從一百五十萬 到八百萬元不等 被保險人顯示是死者 而投保人和受益人 卻均為張某 另據警方透露 張某還購買了十多份保險 分属於不同保險公司 事發後 死者家屬現在酒店屬地警局報案 後又到天津當地派出所報案 但因為現場和當事人 現在都在泰國 所以只能以死者父親 被欺騙為由報案 案件現已被立為刑事案件 並偵辦 另據中國駐宋卡總領館證實 張某目前已被泰國當地警方控制 協助調查 後續也會按照泰國法律進行審理 目前死者家屬已在領館協助下 將屍體運回中國 這件事情大家關注的同時 也非常注意它接續到底會怎麼樣 真正才能讓死者成員得雪 這件事情真的有看得到公平與正義 所以後續的處理大家都很關注 有各式各樣的討論 就這事剛剛那條新聞掐頭去尾 你要不太了解 還真以為我們是在看個什麼電視 或者電影的情節 在現實生活中發生這個事情 確實是讓人真的去沉默 對 因為它是生活意 要遠比電視劇和電影 讓你更難以想像 更恐怖 更恐怖 對 給你看那個處境距離 它規劃好了 因為它特別找了一個這麼樣的地方 然後也沒有監控器 它就是為了想說顧到旅遊 之前我們是不是還講過一次 一個什麼案件 好像也是殺她的妻子 還是殺女朋友 也是裝了行李箱 是在台灣 台灣就是一對年輕情侶 到了台灣去旅遊之後 香港的一個 對 一個香港年輕人 對 我覺得搞不好 她還是從這個電視劇裡面 或什麼電影裡面 看到了一些東西 得到了一些的想法 她就是這種 而且我想這件事情的 像剛才Coco提到說 讓這個女的正義 能夠很快的找出來 因為她身上有受傷 所以我想應該不是太困難吧 就很快能找到證據了 對 而且事實上在真實的 這個台灣曾經發生過 那種真實案件 這個男生呢 他是 他這個先生呢 他是在 他犯下這個案子之後的 前幾個月 大量的幫他太太買保險 對 在台灣曾經有的案子是 他佈局很久 就是說他並不是說 集中在某一個這個時段 就是佈局很久的這樣子買 然後也為了防止說 大人拿這個小孩子 作為就是保險啊 榨財 所以我們保險是有相關 有些規定 也有些小朋友的那個險 你是不能夠幫他保的 因為他就怕你說 你黑心的這個父母 做了些什麼樣的事情 結果就是為了 榨領這個保險金 所以我一直覺得 有很多這種保險業的 規範跟規則 他就是被日常生活中發生的 這些事情也嚇到了 對 而且你看 越規定越嚴 是 你看網友這個隨興吧 他說 電視劇裡的狗血劇情 怎麼會在真實裡面發生呢 這種騙保殺妻 真的是人間悲劇還有悲哀 然後還有暴風雨下的綿羊 他說真的是太可怕了 殺妻騙保 這種冷血到底是 到底是怎樣成長出來的 真的無法理解 是 這事兒 現在想想看 很多人認為這種情節 本來只能在電影裡出現 但現實中當中 確實就是這麼活生生的上演 但是有很多這個細節 是怎麼水落石出的 還有凶手如何浮出水面 死者家屬其實在一段採訪當中 都已經告訴了大家 他開始沒倒酒 就發現我們小潔滅亡 他自己說發現小潔滅亡的時候 他就是通知了酒店 給酒店打的電話 然後酒店包著酒 因為這個事是發生在29號 然後30號下午他通知了我們 然後31號的凌晨 他小潔的丈夫帶著孩子回國了 回到中國了 他把孩子送回來了 然後我們這31號的晚上 11點半的飛機 家屬一共是7個人 再加上小潔的丈夫又回到了台北 我們在國內就是發現 發現了手上有傷 他正好是在那漸字 右手的虎口的位置 特別深的那個 那個一道一道傷痕 等我們到了酒店 他第一時間 就跑到我哥哥嫂子的房間 然後把房間在裡面反鎖上 他在裡面給哥哥嫂子 跪著磕頭 承認他打了小潔 但是他當時還不承認 是他殺死的 小潔的身上是哪些地方有傷 脖子上有很多稻子 臉上也有傷 發現了鬱青啊身上什麼的 尤其是拇指 食指和中指 指甲都劈了 就挠他挠的 指甲都劈了 就基本上斷定是 孩子在臨死前 就是很激烈的掙扎過 是我們到了警局以後 警局先給我哥哥嫂子 露口供 然後就又給他露口供 然後去給他露口供 就先讓他把衣服脫了 肩膀上都是傷 都是我們小潔挠的那個 肯定是臨那個什麼 他掐我們脖子的時候 給他挠的那個 那男的現在還在泰國的警局 關押著呢 那他自己是怎麼說的呢 他就說不想過了 他現在承認是他殺了小潔嗎 對他承認 但是我們就問他 如果不想過了 你可以離婚啊 你為什麼要把我女兒殺死呢 他沒有說話 我們一點沒發現 他們關係不好 大家網友們肯定群情激憤 這簡直不是人了嘛 但現在問題就是說 怎麼樣讓這個人可以伏法 而且是讓大家覺得說 這才是真的 這個夠 應該說夠重的 一個什麼 因為大家很怕 他就用詐騙而已 然後甚至呢 就輕判了 不能怕不了老君 對 不過這次還是要看證據了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 剛剛我們聽到的是 被害人的家屬所談的 所以 這只是被害人家屬的一面之詞 對 警方還要調查 還要經過這個司法的程序 第二個就是說 在這個 確定有罪之前 當然都還是無罪推定原則 只是說 非常的離奇 就是為什麼 被害人 以及他自己的身上 被懷疑是凶狀 對 會有這麼多的傷 他能不能夠對這些呢 提出一個說法 然後 如果說是 像他家屬所描述的 像我們這種 那種法律的影集 看很多有沒有 就是他的這個 就很不幸這個 死亡的這位女士 她的指甲裡面 是不是有那個 對 她的DNA 皮膚啊 DNA啊等等之類的 不過他比較難的地方在於是說 因為沒有監視錄影代碼 然後小孩子應該也很小吧 小孩子應該也沒有辦法說出一些 什麼樣的這個狀況 所以 是不是除非他 坦白承認 所以他會不會有一些什麼 證據上的一些的斷點 這個我們不是很清楚 不過我覺得很奇怪 他如果說是蓄意的要去謀殺他的太太 他怎麼會這麼的愚笨的就是 已經人回到泰國之後 他再回去呢 他再回去呢 對啊 就非常地理解 不是很奇怪 對啊 就反正現在這事已經是被當成刑事案件 在調查 對 還是說他 他覺得他如果不回去的話 因為顯然他太太還在泰國嘛 因為他還要處理一些後事嘛 他是不是覺得說他如果不回去的話 大家會懷疑他不太了解細節到底是怎麼樣 對 所以說可以說這一次的這起這個 沙西騙保安當中有很多離奇的這個細節點 包括有很多讓人氣憤的細節點 真的是駭人聽聞 也讓很多人都大呼啊不可思議 那麼同時呢 很多人也在關注這個案件的進展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也去到了北京的街頭 去了解一下 大家對於這起案件都有怎樣的看法 大家更關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來聽聽看 好可怕 太殘忍了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人可能心裡有點變態 我以前的慾望太大了 然後如果對我們正常人來說的話 你就算有那個慾望 你也很不下那個心啊 我個人肯定是會更同情 就失去女兒 然後小孩也失去了媽媽嘛 其實我其實另一方面 我覺得孩子很可憐 這是我更關注的 以後小孩的成長 然後怎麼去跟他說他的父母 原來他母親是因為這樣的情況死去的 他父親做了這樣的事情 法律來講應該是不寧容忍的這種情況 應該就是判重一點吧 應該就是給就是所有的公民一個交代 然後也是維持一下社會的秩序 可能會有很多人他知道這種法律的漏洞存在 所以他會去鑽空子 他故意在一些就是法律 去相對死刑比較嚴格的國家去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完善一下相關的法律 尊重就是每個地區的 就是說是那個法律 可以就是說 是和對方去進行溝通溝涉嘛 然後盡可能去達成就是說 一種和解的 雙方都認同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應該是屬於受害和原告 就是雙方的一個關係吧 如果這兩者的關係是 都是屬於某一個國家的話 它應該是適用於某一個國家的法律 而不是說在於某一個地方 對 大家對這個法就很關心 還有對這個孩子的教育 這個部分也是很關注 現在這件事情後續的各方 確實在法上是希望找到一個依據 大家想要看這件事情 到底能不能獲得一個合理的一個審判 就提到了這個中泰引渡的可能了 這個有很多的律師 其實就給出了一些介紹 比方說這個 很多人就說 這次的這個嫌疑人 很有可能會是難逃法網的 但是要關注的一點 就是跟這個日本的這個僵戈案 做這麼一個類比 就是泰國對於死刑的控制 是比較嚴的 說如果說這位嫌疑人 被引渡回中國 判死刑的概率就會比較大 那麼受害人的加速 也希望能夠將他 要引渡到中國來接受審訊 對 那麼這個案子來說 中國公民在境外殺害 另外一位中國公民 中國司法機關可以按照刑施案件 屬人管轄原則 對此案進行立案管轄 那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刑法第七條明確規定 中國公民在國外違反了 本法規定之罪者適用本法 不過泰國對於這樣的一個案件 可以行使屬地管轄權 對 沒錯 這個泰國在這件事情上 儘管我們知道中泰兩國在1994年簽訂了引渡條約 但是這個案子就有一些律師借的意見 就說他如果符合引渡條件的話 還真的不能確保說泰國他就會引渡 引渡這個張某 而中國司法機關要不要啟動引渡程序呢 也要經過充分考量 當中有很多一些複雜的細節 比方說這個一般的跨國案件 它的管轄會涉及到不方便管轄原則 那麼本案發生在泰國 相關的證據全部都留存在泰國 所以如果要將這個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國 很可能會涉及到辦案時間的這個延遲 證據的消失等等問題 對 其次呢 中國對外國審判的結果都會持消極承認的原則 因為在刑法第十條規定 凡在中國領域外犯罪 依照本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 雖然經過外國審判 你依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 所以呢 就被認為說 這個張某呢 如果在泰國受審 中國司法機關 還是可以繼續追究他其餘的一個罪行了 不 我想是這樣 因為呢第一個 這個張某他殺害的 假設他真的是殺害的話 他殺害的是中國人 並不是泰國人 如果說他今天殺害的是泰國人的話 我想泰國 那又不一樣 這個泰國來受審 所以在他殺的是 假設是他殺的 是殺的是中國人的狀況之下的話 我認為泰國方面的這個司法 假設中國方面提出了引渡的這個要求的話 配合的程度是會比較高的 第二個 根據過去類似的像這樣子的這個案例的話 他應該就是會在泰國走完一定的司法程序之後 然後呢泰國方面呢就把相關的這些證據 他會在引渡的時候呢 同時移交給中國的這個司法部門 然後來進行後續的審理 我想應該是這樣子做 我覺得比較符合 我覺得比較符合被害人啦 被害人的這個權益 對於被害人來講 以及他的這個家屬來說的話 這也是比較能夠接受的結果 對 因為接下來之後呢 第一個就要看這個法國的這個司法單位 警察各方面單位 泰國 對泰國 泰國他們這些單位 在這個證據的掌握上面 以及審訊上面的走的這個程序 第二個就是中國方面 是不是會提出要求 我想應該要有這個律師會要幫忙 對 被害人的家屬的處理吧 現在這件事情就是在法上看 公眾輿論呢我覺得要有兩個心情準備 一個就是 因為泰國有本地的律師界的人 發生說這個引渡的這個機會恐怕並不大 OK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引渡的話 我們後續怎麼去思考這個情況 但如果引渡的話 那麼在中國的刑法中 也已經規定的非常清楚了 在這件事情呢 更讓大家還有另外一個角度面思考的就是 這個保單啊 大家覺得怎麼為了騙保呢 這麼殘忍無人性的事情都能幹得出來 那麼一張保單到底保的是什麼 保得住人性嗎 回來我們繼續關注話題 歡迎回來我們接著來聊聊 這樣一個案件 現在這個案件還有諸多疑點 要等待著這個警方進行一系列的調查和取證 不過這個案子有一個細節 那就是殺害妻子的這個嫌犯張某 曾經短期在保險公司入職 這可能也是為什麼他懂得一些所謂的遊戲規則 他在做案之前是分散多家保險公司 購買了不同的受險意外險等等產品 即便如此他似乎還是把理賠這事兒想的太簡單了 首先受害者的父母在張某家中發現了四份保單 其中三份的保單簽字和被保人 也就是死者的筆記存在著差異 這就很難獲得理賠 第二 理賠是需要多層人員嚴格審核的 審核的內容包括受益人是不是有蓄意傷害被保險人的行為 尤其是對於意外險受險這更是重點的審查內容 根據保險法第43條的規定 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 傷殘或者疾病的保險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而該受益人喪失是個受益的權益 所以說這次騙保殺妻的張某這個嫌疑人不會得到一分錢 還將會接受法律的嚴厲制裁 那麼類似的騙保事件其實是層出不窮的 今年9月 湖南一位村民在河中偽造車毀人亡的假象 企圖利用假死來騙取保險金 卻最終造成了妻子血女自殺的悲劇 6月在內蒙古宣判的一起案件當中 犯罪些男子也是為了騙保偽造車禍 竟然專門借車撞死了自己的舅舅 對國家醫保基金的騙保行為其實也是履禁不止的 在今年1月份媒體爆出了安徽中醫藥大學 第三附屬醫院的醫護人員檢查科室之間相互協作 長期肆意騙取國家的醫保基金 那麼11月媒體又曝光了瀋陽市醫保服務中心 兩名工作人員和兩家醫院內外勾結 涉嫌騙取醫保基金被傳喚的相關人員多達242名 那麼為了打擊騙保行為 在11月國家醫保局舉行了新聞發布會 決定在全國範圍之內展開打擊欺詐騙 騙取醫療保障金的專項行動回頭看 同時也是首次對於社會公布了舉報電話 並且明確地表示對嚴重欺詐騙保行為零容忍 這個此案當中的張某的保單 他通過了保險公司的審核 所以這次在很多的討論當中 也開始在那邊思考保險公司的角色 就保險公司像發生這樣的一個慘劇的時候 他到底在一個什麼樣的責任位置上 還呼喚很多第三方監管的這件事情 保險公司發生這種事情 他一定會詳細調查的 因為除非是保險公司的那個保險員 跟這個人有勾結 否則的話他當然是以不理賠作為 最重要的前提條件 所以保險公司的調查 其實都還蠻嚴謹的 我不曉得大陸的狀況是怎麼樣 大陸還有保監會 但是台灣的那種調查都很嚴謹 那你說事前的那個保險 他只要符合規定 你沒有理由不讓他保啊 結果他只要是你相關的規定 或者是說你的保險金 你都能夠支付的話 他有什麼理由不讓他保呢 對 這也是溫然之處 所以就是保單保的是什麼呢 像這樣事情發生 我覺得是事後的保險公司監管 因為有些保險公司 他們那個核實員可厲害了 對呀 我覺得除了什麼保險公司 保單這邊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大家還要更多的關注 很多的細節點 比如說這次這個殺戒案當中 有一些細節點都是我們值得去深思的 比如說這個殺人兇手 在外人的眼中看來是一個老實 疼妻子的一個丈夫 那麼這個妻子的家人也絲毫沒有發現 兩個人有任何的感情問題 以為自己枕邊是良人 其料卻是魔鬼 而說張某是老實人 實在是給老實人被黑得最慘的一次了 直到女兒被殺 她的父母才發現 女婿在婚後不久就已經辭職了 而且很可能一直都是無業狀態 而且這位殺人兇手的信用卡裡 滿滿的都是打賞女主播的紀錄 那麼女方給女兒賠嫁買房的錢 都不翼而非了 而且在婚前呢 她還有過一些暴力的行為 那麼這一案件當中 讓很多人就想到了 之前轟動一時的上海殺妻藏屍案 丈夫是扼住妻子的這個咽喉 致其死亡 之後把妻子的屍體是藏在冰櫃之內 三個多月 真的是令人發指 而被害的這位小學老師呢 當年是要執意嫁給 這位看起來清秀帥氣的丈夫 但是誰也想不到 她竟然會成為冷血的殺妻犯 而且不僅是婚姻 戀愛關係當中 同樣是危機四伏 就在今年的8月份 浙江的慈禧一位在抖音 有40萬粉絲的舞蹈老師 被她的前男友是割喉致死 那麼9月份 何肥一名這個女大學生 在秦航交情之後 被糾纏不休的前男友殺害 那麼兩位女孩都是家境優 性格也非常的溫柔 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但是男友呢 卻以愛情的明目 是掩蓋了自己陰暗的偏執 真的是劣跡斑斑 那麼網上就有人說了 說迎娶城市中產的乖乖女 就是社會底層男一步登天的 最佳途徑 這句話聽起來雖然偏激 但是呢女孩子啊 在擇偶的時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 因為現代婚姻不講能當戶對 但是另一般呢 應該跟自己的性格相投 三觀契合 學識能力匹配 不要被這些 就是不要讓這些 被視為珍寶的女孩子 落入到渣男的魔爪當中了 你看 我覺得這件事情呢 可能對很多長輩來講 會拿來去告誡自己的小孩 你信不信 就拿來告誡 你看你小心會怎麼樣 但我們也很怕說 這件事情造成了恐嚇效應 我自己的朋友圈裡面 我看到有朋友發文這麼說 他說小心枕邊人 還有說下一次呢 如果你另外一個愛人說 咱們去度假吧 那特別找那種 那種偏僻的地方 是不是就要想一想 可是這樣講又是泛濫的恐懼 這怎麼對 是一個別的 對 我不太贊同這個所謂的 就是剛剛有人說的這個 什麼所謂的這個底層 我必答應 我這就是把人 就有了一個打標籤的 這樣一個過程 我同意萬聚說的 說得太對了 這確實不是說 不能因為一個個案 你就代表了整個 完整的這樣一個現象 在這裡 而且犯罪人的類型太多了 對 什麼層次都有 什麼教育程度都有 然後最近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前一陣子有一個 好像新西蘭還是哪裡 有一個女的好可怕 她的男朋友跟她分手 她一整個活大 把她給剁了之後 是 有沒有 還把她的那個 拿去做菜分給大家吃 對 所以我就說 愛情本身是盲目的 我覺得最冤的就是在說 那些 她已經做了所有的防備 她也沒有邀請這些人來 她也沒有騙她的錢 她也拒絕了她的追求 可是就是因為拒絕她的追求 而不幸身亡 這種真的是太 對 同樣都是法上 太無奈 太倒楣了 這是情傷的問題了 這個 透過這麼樣的一個話題 大家生活當中都有警醒了 然後這個時間 要換一下 平復一下心情 這個楊子帶我們轉角看到愛 12月8號 省西的一條高速路段 因為降雪路面結冰 是導致多輛的大貨車被困了 而當地的高速交警 此時此刻送來了溫暖 那邊還沒看見 那邊還沒看見 那個還沒看見 那個還沒看見 能放到一個100多刀 雞蛋嗎 那雞蛋能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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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有 那麼煽氣的矯勁 撩打臉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是特別的棒 剛剛的 生活中都有考驗 但很多時候 真正的這種愛心暖心 會扶持大家觀光過的 我們也祝福大家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和點評 再次謝謝乃菁姐 謝謝 今天見了 拜拜 謝謝